黄色小鸭旋风垂进彰化一家日式红豆饼店 业者突发奇想首绘创作小鸭图案 吸引年轻族群光顾 让业绩翻倍带你到彰化去看一看 台湾四处可见的红豆饼 饼皮眉图样业者突发奇想 用巧克力面糊作画 加上平日练习 一只只小鸭图案出现在烤盘上 模样可爱 我在FB上面看到就是有人分享 然后就想说来试试看 蛮特别的跟一般不一样 而且它上面还有小鸭图案 不只外表有小鸭图案吸引人 内线包上饮料店才会有的珍珠粉源 业者的创意与用心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然后它里面有加珍珠就还蛮特别的 业者中年转业 原本从事超商生意 转卖红豆饼 每天现做现卖 抢搭小鸭热潮限量销售 也让业绩翻红 想做记号而已 区别不同的口味 后来就画着画着 就可以画出一些还蛮好玩的图案出来 随着季节推陈出新玩出新花样 在考盘上写上春联常见的春字和福字 甚至是其他中文字 甚至客人要求其他图样 业者也尽量满足客人 这是说写一个我爱你 阿姨一个新拿一个义务这样子 生日快乐比较多 不仅器中手绘小鸭抢搭热潮 就算是传统红豆饼 也能有无限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叶锡红台湾彰化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